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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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有着难以其词的心理障碍 借着心理学教授的大爱陪伴 但成效不张 因为心理学理论仍然停住在现象界的世间法 意理不够深化 自然无力解套累世因果的重重束缚 余生就在北大心理中心工作 亲见许多心理专业的学生 都解决不了自己的心理问题 关键 日常生活并未实践所学此其一 再者 意理不够深化 未能触及最深层的灵性 终极本质 因而现象界与终极本质混为一谈 当然无力抢救自己人生的困顿 更遑论迈向永恒的真幸福 2013年北大心理学博士候选人李华辉 在答辩前八个小时 跳楼自杀 圣玄师父与其树媚平生 但以恭敬心 为王林做七七佛事 令人动容 逐渐学习心理学不见得能自救 心理咨询亦付如是 圣玄师父曾经于2016年11月15日受邀 为北大心理咨询师全体讲课主题 身心灵和谐统一 以维持心理学为例 无庸置疑 这是一门交叉学科的论述与举证 师父详尽地解说 两大涉入灵性的学术系统如下 第一维持心理学第八阿拉耶史 第八意识及阿拉耶史 一起尝试 它有三大功能 能藏所藏 直藏 简而言之 收藏一切夜行的种子 我人的降生 就是牢固地带着 累世造作行为的夜种 由善恶果报的夜阴 决定投生的种种细节 人一旦出生 自然继续造作各种行为 又将夜的种子 藏回到第八时 第八时到了下一生 种子成熟了 则现行为果报 Retribution 换句话说 果人生生世世 把种子藏进第八时 累世的果报 也就是从第八时的种子 现行出来 二 灵性 超个人心理学 何谓灵性 超个人心理学家 加拿大 李安德神父 将人的灵性 划分为四种层次的存在模式 生理层次 精神情绪层次 理性层次 与第四层次最深层的灵性层次 其意志 超理性或超越性的层次 换句话说 生理层次 精神情绪层次 理性层次 人就在现象界二元对立的束缚之中 唯有侵入第一原理 或称第三元素 灵性的超理性层次 方能摆脱现象界 因为二元对立而产生的诸多烦恼服 李安德神父又强调 承认人的灵性层面 并不一定要成为宗教人士 意大利的精神科学者 阿萨基罗里则指出 高层自我 或称深层自我 大我 灵性及高层潜意识 或称深层潜意识等名词 都是中性词汇 全凭个人信仰 决定赋予宗教意涵与否 因为灵性层次 所涉及的是哲学或神学问题 中而观之 自杀源于负能量 200能量阶以下爆棚 常年紧张焦虑 压力重重所致 我仍想要解套人生困境 终至原正菩提 首先应该深化意理 超越现象界的二元对立 解套三世因果的残妇 并于行驻坐卧 思维仪的日常生活中 例行生命实践 最终方得大自在 第二 脑的世代量子灵魂 20世纪 印度的心灵导师 Krishnamurti的名言 当你说的 当你说大的心与小的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首先那是脑 这句名言说明 近代将心 依附于大脑而存在的例证 换句话说 人类逐步明白 脑是心的生理基础 同步 这句名言 促使美国国会 将20世纪最后的十年 立名脑的时代 The Decade of the Brain 当代人工智慧 或称人工智能 根据这一点 积极转向开发 类人类网际网络的发展 可见这句名言 影响甚深甚远 2022年 物理学诺奖得主 是Roger Penrose 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意识研究中心的 Hemerov医师 共同提出量子灵魂观 他主张 当构成灵魂的量子物资 离开神经系统 会重返波函数宇宙能量的叠加态 此时便会出现冰死精力 因为在神经元微导管 Microtubule内 临时的量子有序状态消失 因此临时被迫离开肉体 重返宇宙 但大脑整体的信息并未被破坏 只是临时失去有序的量子状态而已 所以如果患者苏醒过来 临时立刻又以有序量子状态 重回肉体 大脑是新的生理基础 也是心理学脑科学 乃至量子力学的研究物件 师傅带领学习宣 不均利于理论知识的传授 而是不断透过实战训练 例如时间的多头运作 体悟大脑内警觉系统 Alert System 与执行系统 Executive System 如何切换进行交互作用 其次动中词咒训练法 让我人在动态中 借由耳根向内观照法音宣流 去此进入定境 不受周遭人事实地物所干扰 动中词咒 动中词咒 心念耳闻 念耳无念 无念耳念 力求超越一切心极其形象的束缚 一极超越中的超越 方能圆满反文文自信 实时回归自信 探索内在觉醒 终至定会等词 原正菩提 再者 动中禅定方法 就是在各种动态的冲击中 训练行者挑出共振频率 并且借由心安定 过滤其他的频率干扰坡 让自己的心与宇宙的能量 实时产生高频 高频共振 根据这一点 二六时中处于禅定的境界 终而观之 觉悉宣的训练是与时俱进地 紧扣大脑的研发 以及量子力学的前沿发展 圣玄师父自己先行实证 从实践起训练中领悟 成就立基于脑科学的动态 禅定功夫 并将其传授与弟子 以及有缘众生 中额观之 觉悉宣以修行 修学文书法教建长 文书则以智慧 卓越智慧挂帅 圣玄宇入云 若无一切心 何修一切法 坊间人 人停住现象界 误解为既然无心 则不用修任何法 这种彻底错误 说明一理肤浅 带给世人的危害甚深 师父则详解该经句如下 修行境界 体悟现象界 与终极本质的 一如oneness平等性 无二无别 自然带来心与法 同时聚明的终极体悟 圣玄结论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恭喜 学习宣资深返宣人 亭亭玉立 打造13次返宣记录 明年在宣外没搞头 上榜人 以聪明才智见长 思维敏锐 今日主题彰显其专长 并且横射脑汁实物运作 与当代最前沿的 量子灵魂 令人赞叹不已 圣玄援经典 补缺如下 六祖谈经 般若品云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犹如囚兔角 清简教导 我人应该在凡尘中 观照意识的运作 升华意识思维 强大生命力 由内在觉醒而胜出 To win from inner awareness 思维在平凡中 照见不平凡